记得民众党党庆的时候有那火烤大会 这下民众党还真的被火烤了吗 我们知道民众党的八位不分区立委 他们都有他们要领养的责任区 像是黄国昌是在新北 那么黄珊珊就在台北 不过我们看到最新的民调显示了 如果黄国昌真的跑去选新北市长的话 对手如果是国民党的李四川 和民进党的苏巧惠的话 他的支持度竟然只有10% 这等于说民众党在新北的这一席 也无望了吗 像是黄伟翰就直接说 这代表的就是黄国昌他的实力不够强 至于黄珊珊的北市 看起来也因为这个假账风暴 他被停权了三年 民众党的秘书长直接说了 好 这个北市长未来 不管是党内的初选 还是他要去登记 还是要争取提名 通通都不行 等于在这个时间点 现在才2024年 提前可以宣告 他的北市长就是没有了 好 因此我们看看 这两位其实已经是 民众党内非常强的战将了 看起来是没有办法选 2026年了 政治评论员吴静怡就说了 民众党下次的选战累包 看起来是一个全新的战局 怎么样的全新战局 叫做没有人的全新战局 不知场上没人啊 就连在这个牛棚里头热身的投手身影 现在也一个都看不到 媒体人黄远翰跟进一步分析了 柯文哲终结蓝绿的希望 也许将会变成绝望 他想要终结蓝绿 这个民众党似乎现在是被自己给终结掉了 好 我们进一步就来看 那民众党是不是被诅咒了呢 刚刚赵和也有提到 现在民众党选将接连折损 黄阳明就点出民众党 现在看起来就像是被诅咒一般 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新北还有台北之外 大家不要忘记了 还有新竹的高宏安 他因为这个助理费涉贪案 一审被判有罪 目前新竹市长的这个职位呢 遭到停职 他也退党了 他现在并非民众党 那么新北黄国昌 好 他在网路的这个声量很高啊 但是呢 这个民调现实就是很骨感 至于黄珊珊现在提前可以宣告 2026已经无援台北市长了 不要忘记还有一个人啊 他是金门县长陈福海 当时候呢 他可是带枪投靠 因为呢 他是用无党籍的身份 选上金门县长的 但是他在选前就已经加入了民众党 但是呢 大家知道选霸法呢 最新的这个通过之后的修正案 是说你只要涉及过黑金枪毒 或者是会选等等就不能够再参选 所以他过去在议员期间 曾经因为收贿 遭到判刑10个月的时间 所以就连金门县长陈福海 他在2026年也无法去竞选连任 所以看起来现在台面上的这些 大家比较熟悉的战将们 都是无缘2026年了吗 那你会说受到诅咒啊 或是说风水不好啊 你还会想到什么 当然就会想到呢 刚刚我们提到的台南帮 从去年是前政院发言人陈宗燕 因为性招待丑闻下台 说他是台南帮 因为他曾任台南的新闻处长 以及民政局长 再来呢 是交通部长李孟燕 因为十年的婚外情 亲密照曝光了 他曾经当过的是台南的水利局长 还有台南的秘书长等等 那么最新在今天啊 就是民进党立委林一锦 一次因为助理费的事情呢 办公室遭到搜索 那么他曾任的是台南市议员 也是新潮流的成员 我们进一步要去看的就是说 陈宗燕的这个事情啊 性招待丑闻 这可是十年之前 婚外情这也是十年的婚外情 而且他们分别是被什么 第一个是被民众党的立委 陈宛会所爆料 前立委陈宛会爆料 另外一个呢 是在PTT的亲密照曝光 所以到底是谁为的资料呢 对此国民党立委李燕秀就说了 这代表的就是民进党内的斗争 真的是刀刀见骨 显然这就是一步一步 有谋略有步骤的 好 是不是在剑指台南帮呢 现在看起来这个古都府城啊 真的是满城近世绿光斗争 再把时间交换给赵和 现在看起来 它是有关系的 费言 或许定